來,我們看立體山,立體山也是在講等差級數的核公式 古代陣法,這個在之前有講過 古代陣法叫榆林陣,將領躲在這個陣的後面 士兵像這樣排,第一列一個,第二列有三個 第三列有五個,它是奇數耶,1357 我幫你先把數字寫下來,這叫1357 如果是等差級數就是1加3加5加7,以此類推 現在要求前十列的核,那你就會發現啊 他首相是不是1,公差是不是2,公差怎麼看 你要能夠啊,1到3是不是加2 3到5是不是加2,5到7是不是加2 這個2就是他的公差,第一啊 對不對,那他說要求前十列嘛 是不是1加3加5,要幾列?十列 對不對,前十列公式是這樣的 二分之像素首相加墨像 可是我是我不知道墨像啊 A10我不知道,這叫墨像 對不對,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知道A10可以用另外一種表示方法 什麼方式 A10是不是等於A1 加上10-1,n-1乘三公差 第一 對啊 所以你把這個公式帶入二分之像素首相加墨像 你就會得到這個,這個公式就在這裡啊 這就是二分之像素 我直接幫你寫這叫n 總共十相嘛 2A1 因為A1是1嘛 這就是n-1乘三公差d啊 你把這個帶進去就可以求出前十列的士兵總數 要100個 所以這很好玩啊 如果我是一個 將軍 我就先調100個士兵 我就可以排十列的驢林證出來 還是一個整數 對不對 好,再來第二小題 求前N列的士兵總人數 前N列啊 是不是求SN 那就代公式啊 SN就是二分之像素n 乘上2A1 加n-1乘上公差d d就是2 代進去 代進去 只是畫減 這叫代數畫減 算出來是n平方 哦 所以這很奇妙耶 餘林證很好玩 前十列 就是十的平方 100人 前二十列 就是二十的平方 400人 就是這樣 這個整數太奇妙了 OK